蒸发西域诸国兵马,击破刹车国,平定枪弩,威震西域的左将军冯凤氏。 冯凤氏自子民西汉上党路人,西汉宣帝时的名将。 汉武帝末年,冯凤氏因为是梁家子弟而被选任作郎官。 汉昭帝时,按照他的功劳大小和索牌次序补任武安县的长官。 被免官时,年纪已有三十多岁,他才开始学习春秋,专研其威严大义,读兵法,明晓其内容和实力。 前将军韩增,上报任命他做军司空令。 本史年间,随军攻打匈奴,战争结束后又担任了郎官。 元康元年,公元前65年,当时乌孙国很强大,有攻击匈奴的功劳,同时西域诸国刚刚与西汉和好,西汉正准备善待他们。 想趁机安抚这些国家,就挑选可以出使外国的人。 前将军韩增,推荐冯凤氏以卫侯的身份持使节,护送大碗等国的宾客回国。 到依修城,都位宋将说,沙丘国人和其他一些国家一起攻杀了西汉所任命的沙丘王万年,还杀了西汉使者西冲国。 这时匈奴又发兵攻打车失臣,因为没攻下就回去了。 沙丘国王忽图珍派使者扬言说,北盗诸国已经归属匈奴,当时就攻击截掠南盗诸国,并与他们煞血为盟,背叛西汉。 从善善国向西都断绝交通,都户政级,校尉司马懿都被困在北陆诸国之间。 冯凤氏和他的副手延昌商议,认为如果不火速攻击,沙丘国就会日益强大。 这样形势就难以控制,一定会危及整个西域。 于是冯凤氏以魏侯的身份,根据便逆条件,以使节通告诸位国王,从而发动他们的军队。 南北道一共一万五千人进攻刹车国,攻占了他的城池。 刹车王自杀,就将他的首级传到长安,诸国也因此都平定下来。 冯凤氏的威名震动西域。 之后,冯凤氏就收兵回汉朝廷,路过大挽国时,受到大挽国王最高规格的接待。 汉宣帝与大臣们商议后,虽然认为冯凤氏有大才,但按照汉朝的法律,有矫制之罪,所以不得封侯。 因此,冯凤氏被封为光禄大夫,水恒都尉。 黄龙元年,公元前四十九年,汉元帝继位,冯凤氏任职金物。 上郡蜀国归降西汉的一万多湖人背叛而去。 当初,汉朝廷末年,西河郡蜀国湖人依求若亡,也率领数千名人叛变。 冯凤氏立即持使节,领军队追击他们。 右将军点蜀国常会去世。 冯凤氏接替了他为右将军点蜀国,加封诸位官吏的名号,几年之后做了光禄勋。 永光二年,公元前四十二年七月,龙溪枪山蝶的旁支反叛。 当时又赶上年年庄稼收成不好,到处烙饥荒,朝廷正在为此忧虑。 却又遇到了枪族叛变,汉元帝下诏,招大臣议事,诸多大臣都沉默着没人说话。 只有冯凤氏说道,枪族贼兵尽在国境以内叛变。 假如不及时诛灭,就没有办法制服远方的蛮夷,我愿意率领军队讨伐他们。 如果现在不打,怯弱的形势显露出来,枪族就会趁机进攻,各少数民族一旦一起响应互相煽动起兵, 我恐怕汉朝要蒸发的兵役就更多,这就不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。 所以少发军队就会旷日持久,和一战而迅速解决相比,厉害差别万倍。 汉元帝当季派遣冯凤氏率领一万两千兵马出发,打着领兵屯田的名义, 点鼠国任立,护军都尉韩昌为偏将副手,到隆锡郡,分别屯兵三处。 前军道详铜板,先派校尉在前方与枪人争夺有利地形,又另外派校尉到广阳谷营救百姓。 枪族贼人人数很多,官兵都被击溃,两个校尉被杀,冯凤氏向汉元帝上报地形和需要多少部队的计划, 请求增兵三万六千人才足以解决战事。 书信丧咒,汉元帝发兵六万多人,封太常戈阳侯任千秋为凤武将军,前去增援冯凤氏。 冯凤氏上咒说道,希望得到大批士兵,不必劳烦大将,于是臣请转运的费用。 汉元帝当时以喜书为劳冯凤氏,同时也责备他说,皇帝慰问领兵在外的右将军,征战在外非常辛苦, 兵法说,大将军出征一定要有偏僻将领,用来耀武扬威,参谋计策,将军又有何疑虑? 爱护将士得到军心,决定就不后悔,擒拿敌人一定要彻底,这是将军的责任。 至于运输的费用,有专门的官吏负责,将军不必担心, 等到凤武将军的兵马到达,一起进攻枪足贼兵。 同年十月,军队都集合到了隆西郡,十一月一起进攻,枪足贼兵大败,斩杀首级数千, 余下的都逃出边境。战争未决胜负的时候,西汉又睁目士兵一万人, 封定乡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,还未出发,听说枪足贼兵被打败了。 汉原帝说,枪足贼兵被击溃受到惩罚,逃出边境,那些休战的将士多留一些屯田守卫,防守要害之处。 永光三年,公元前四十一年二月,冯凤氏回到京师,改任左将军,光禄勋的职位不变。 之后继攻封绝,汉原帝下诏说,枪足贼兵凶残缴,杀害官邑百姓, 进攻农西郡官署,烧毁议庭,以断绝道路桥梁,极大的违背了天道。 左将军光禄勋冯凤氏,前十率领军队征讨,斩首俘虏八千余人,夺取刘马阳数以万计, 赐冯凤氏关内侯的爵位,十亿五百户,赏金六十斤, 皮将校尉三十余人都有赏赐,一年多后冯凤氏病故。 冯凤氏任武将官职前后有十年,为杀敌魏国的老将,功名仅次于赵冲国。